澳洲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突破性的技术 可以在没有阳光照射的夜间收集太阳能来发电 犹如夜间版的太阳能电池 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的研究团队表示 在阳光抵达地球后它会使地球升温 但地球随后会把这种能量辐射到太空中 如果电池装置能够捕捉这些辐射热并将其转换成电力 那人们就会有很多潜在的能量可以开发 该团队使用一种热辐射二极体 来捕捉离开地球的红外光谱中的光子 并将其转换为电力 这种热辐射二极体是一种半导体感应器 目前应用在夜视镜等装置中 但目前这种夜间版太阳能电池的开发尚在初期阶段 只能收集很少的能量 相当于一般太阳能电池的十万分之一 以目前对这种技术进行概念验证 已经证明它是可行的 将来如果经由产业合作扩大生产规模 就能降低成本并走向商业化 但仍需花费一段时间